大家好,感谢您观看韩媒频道 我是韩媒,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今天是2018年7月26日 昨天王瞻又放出来了三个视频 这三个视频呢,分别是 第一段讲述的是某某认识周立波的那个过程 第二段呢,等于说是周立波的 整片都是周立波对某某的印象 第三段呢,就相当于是某某的一个 海市山盟一样 所以那个王志安的这个脉络呢 有点想把这个导称一个爱情片 很多的这个网友呢,也入戏很深 都觉得呢,这是由一个谍战片 变成了一个爱情片 有的人呢,还用了凄美的爱情故事 这样的字眼 我只能说,你们成功的被某某带入戏了 这个主题呢,也不是王志安的意图 这是某某的意图 周立波这个事件呢,实际上就是两大导演的较量 一个导演呢,就是胡杰 另外一个导演呢,就是某某 把人都说呀,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 导人生如喜 这个人生啊,真的是如喜 周立波的这一场就是一场喜 胡杰呢,导了个一部分 这个某某呢,导了他的一部分 我们广大的观众呢,就是他们想获得注意力的目标 每一个编剧呢,他就在想我的主题是什么 我怎么样能获取广大这个观众的注意力 胡杰呢,他的主题 他就采取了从反腐这个角度上 来抓住观众的这个情感和注意力 这样的一个主题来打击某某的 那胡杰的这个戏演完了以后呢 某某他又编了他的这一出戏 他来从哪个方面来切入呢 他就抓住了一个感情戏的这个角度 就编了这样一出苦情戏 他也非常的成功 抓住了广大网友的注意力 抓住了这些个观众 而且成功的把大家带入戏了 可以说呢,胡杰的前半段是成功的 某某的后半段也是成功的 现在他们打上了一个一比一 这个戏啊,和这个民事案件在法庭上一样 他不需要去说服每一个人 他不需要去打动每一个人 他只要能说服和打动大部分人就可以了 那胡杰这个戏呢,他为什么说他成功了呢 是因为大家诬异一下 在周立波被这个局面采访和被桂圈采访 或者说在某某出场之前 是不是舆论就在周立波一访 当时那个唐爽都快被捶死了 大家还记得吗 绝大部分人都是认为周立波是正义的 很多以前不喜欢周立波的人呢,也黑转粉 我当时提出来对周立波的一些质疑 也被很多人所不赞同或者说不齿 那是那时候 但是自从这个某某出场以后 这个风向就变了 大家就开始对这个某某有了一些个正面的认识 觉得他仗义,觉得他重感情,觉得他成功 各个方面的全都是一些 绝大部分人现在都成了一个正面的 而对周立波之前所接受采访 说的那些话呢,都觉得很不齿 现在呢,周立波和胡杰 已经被大家觉得都说的都是谎话 他们两个现在已经输了 就觉得他们两个那些全都是颠的 再也编不下去了 被某某全给揭穿了 实际上你们没有看到 胡杰的那个戏是编的 某某的这个戏也是编的 你们大家太容易被带入戏了 关于在某某出现之前 我对周立波的一些个质疑 我看出来了他里面的那些个自相矛盾 他那些个漏洞 请大家去看我那时候的视频 关于某某接受采访 对他的质疑和他里面前后矛盾 以及他的漏洞 请大家看我最近的视频 下面呢,我估计这个王志安 还会放出来采访默虎 采访这个唐爽的律师 也没准会有经纪 还有采访范姓经纪演员 或者是国内的律师 图类这些个采访内容 也没准我希望有 以前呢,上一次呢 某某这个视频一出来的时候呢 我就说了一句话 我说呢,我很失望 但是呢,又在预料之中 有的网友给我留言说 你这两句话不是矛盾吗 这两句话不矛盾 我呢,有我的期望值 我的期望值呢,没有得到满足 我就会失望 但是,我又会有一个预料 如果这个预料 是按照我这个预料发生了 那就是在我的预料之中 我的期望值和我的预料 会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两句话 一点都不矛盾 现在我的希望呢 我希望采访了默虎 我也希望默虎能够说出来 我所希望他透露的 那些个真实的事实真相 我还希望呢 他采访了唐爽的律师 唐爽的律师 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事实真相 我还希望默虎安呢 能采访范姓清剧眼 他能给我们提供 关于毒品的这一块事实 哪怕一句话 那我还希望呢 他采访图磊 图磊能够告诉我们 哪怕一句话 他为什么会发了那个声明 这是我的希望 我的希望 这些如果不发生 我就会失望 但是我预计呢 这个王指安 他即便是采访了这个默虎 也未见得能说出来 所有的我们需要的information 我们确认他去找了唐爽的那个律师 但是唐爽的律师 很有可能不愿意出境 还有那个范姓经济演员 也许他试图去找 这件事情呢 跟范姓经济演员没有关系 我相信他不会出境 这些是我的预料 如果果真这么发生的话 那我就是很失望 但是又在律师之中 您明白了这个逻辑关系吗 周立波呢 前两天已经发出来了一个最后总结 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回应这件事情 以后永远都不发言了 其实他们这出戏吧 不是咱们仅仅是咱们看到的这一段 他们之前打从这个周立波这个事出了以后 第二天 这个戏其实就已经开始上演了 只不过那时候呢 我们不是他们的观众 在周立波回国 在微博里面发那个微博之前 我们不是他们的观众 但是他们这个戏呢 在一个小范围当中上演 他们的朋友圈 他们的微信朋友圈 和他们的实际朋友圈 他们是在上演的 周立波回国之后呢 只不过是把这出戏呢 换了一个舞台 放进来了更多的观众 继续演这场戏 那现在呢周立波他又发了一个 这个最后的总结 好像是他就再也不想在公众面前再说这件事 我相信呢他现在非常非常后悔 他把这件事情搬到这个舆论法情上来审理 他非常后悔 他尤其非常后悔上了王志安的这个节目 我相信是这样的 他之后呢我估计他又把这场戏搬回了他的小舞台上去了 但是这场戏我相信不会停 现在他们这个胡杰呢 赢了一局之后 某某又赢了一局 胡杰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而且呢我分析啊 唐爽在这里面也起了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作用 他起了一个乘上起下的一个作用 没有唐爽这个某某不会出面 某某的出面 我在前面的视频已经说了 他在选择18号出场接受采访 就是因为周立波在17号公布了某某说毒是唐爽 他是这个原因 唐爽呢在这里面也起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唐爽这个人呢他是年轻气盛啊 他看了周立波的这场戏呢 这些个漏洞啊 这些个谎言啊 他看不下去啊 他不能让好人蒙冤啊 在当时呢他就觉得这个周立波的谎言 伤害了好人某某 他看不下去 他一定要站出来 那现在某某又出来演了这一场戏 以唐爽的智商 他能不能看出来 这个某某同样也用了谎言 打击到了周立波 他会不会仍然看不惯 这个周立波也受到冤枉 再次站出来 这些都说不好 所以我就说周立波这场戏呢 是停不了的 他有可能在大舞台上 有可能在小舞台上 不管是在哪个舞台上 反正他这个戏是停不了的 现在我们就等着看王志安 对其他人的采访视频的放出 希望王志安不要让我们失望 今天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下次再见